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弟兄姐妹 我们要进入第六天 今天我们要讲到苦读这一方面 那我们先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赞美耶和华 你是充满慈爱的神 你配得我们的赞美 赞美你形式奇妙 哈利路亚 我要用我的心我的口 随时来赞美你的名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诗篇十八篇 第二十六节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 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 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 在这个撒末记下六章 记载了一段的很重 很特别的故事 那耶和华的月会运进了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从窗户里面观看大卫 在耶和华面前勇要跳舞心里就藐视 却轻视大卫 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的时候 那这个扫罗的女儿弥甲 其实是这个大卫的妻子 他就出来迎接他说 以色列的王今日在臣仆悲女的面前露体 如同一个亲贱人无耻露体一样 好你有好大的荣耀啊 大卫却对弥甲说 这是我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 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我也要更加的卑微 自己看为亲贱 你所说的那些卑女 他们倒要尊敬我 那弟兄姐妹 弥甲心中充满着苦毒 那其实弥甲最早 他是非常仰慕大卫的 那他后来成为大卫的妻子 却是没有想到 他没有得到大卫特别的宠爱 加上大卫取代了弥甲的父亲扫罗 成为以色列王 那累积了弥甲更多的失望跟失落 导致他心中充满着苦毒 对大卫就有很多很多的怨言 那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 因为某一些的事情 就叫我们里面充满着苦毒 那我们这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向我们的神认罪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求你赦免我 因受伤心里没有得到医治 而产生出来的苦毒 我常与人唱反调挑毛病 用苦毒的言语和态度 伤害我身边的人 以至于伤己伤人 让自己活在不快乐的当中 主啊求你赦免我 苦毒的心 使我常常说出负面的话 面对逆境是 我只看见自己的伤痛 或者是痛苦 而只想着别人怎样伤害我 那觉得自己是个苦命人 或者是倒霉的人 因这苦毒 我看不见上帝真正的同在跟祝福 不能饶恕自己做错的决定 或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能让苦水苦情充满在心灵里面 遇见事情常常愤愤不平 对自己对人严厉 恶意忠伤批评别人 求主赦免我们 现在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甚至为家族血脉祷告 求主医治赦免我们一切的苦毒 和我们所犯的罪 求主耶稣用大能的保血 洁净我们的心 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 求主在这一点时间里面 充满我们圣灵保卫师 借着耶稣的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 我里面的苦毒 主啊 求你通通的挪去 使我在你的面前 重新有一个正直的脸 天父 我来到你审判的宝座面前 相信你必为我审缘 求你拆遣你的天使 也呼求圣灵 见证这场审判 为我自己 我的家族血脉 和先祖求主怜悯 同时宣告一切 依附在我家族血脉 及先祖的黑暗权势 都要离开 离开我和我的家族 我奉绝书的名 求主跨越时空和血脉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消除所有一切邪恶的权势 在我和我的家族上面 所有一切的捆绑 我宣告耶和华是 释放我的神 我相信耶稣基督 已经赦免我一切的 因苦毒所犯的罪 拔出一切毒根 我愿意饶恕自己 饶恕所有伤害我的人 我也恳求 所有被我伤害的人 能够原谅我 现在我拒绝一切 仇敌的扭曲谎话 求主颁布禁制令 派遣天使 拿起钥匙 关上门户 捆绑仇敌的工作 从此我不再被定罪 我宣告我已经得到释放 我愿意每一天 思想上帝的话语 被圣灵充满 结出恩慈的果子 上帝求你祝福 让我天天喜乐的 活在你面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